今天晚上最新的 是蔡英文的這個場子 熱得不得了 很多人其實上次投給馬總統 都非常失望 等一下我有幾張傳真 我再跟大家報告 剛剛其實call in你會發現 30歲的女性家裡面5票 上次投馬總統這次全部要翻 為什麼 她真的做不好 今天晚上最新的是 蔡英文的這個場子 然後蔡英文在三重 場子怎麼樣 來 我們來看無視 蔡英文今天白天在新北市 是由新店出發 那麼之後是行進了 鍾永和等來您的鐵票艙 之後再往這個土城樹林來挺進 可以說是在新北市大陸 大催票 那麼現在最後一站 是來到的這個新三重的體育場 聚集了大約超過3萬人 將現場級的水洩鋪通 讓蔡英文短短幾公尺的路 是走了十多分鐘 也讓蔡英文有信心 這次大選呢 能夠在新北市能夠開出 比五都選舉更好的票房 我們來聽聽蔡英文 在台上的最新說法 這次我們一定要有一個關心 就是我們的新八重 已經過半這樣了 我們新八重的過半 我們就有一個很好的基礎 換你 其實換你經理 我們要換總統來的就這樣了 所以這次我們的關鍵 在新北市 新北市的關鍵 就看我們的三重 我們的路州 我們的鄉親社長 這次的投票怎麼表現 如果大家說得到 對不對 我們的鄉親社長 創意問要問你一句話 你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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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我們的三年報 你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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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天這一場 在三重的第一場 大型肇事晚會 是新北市的第一場 這場滿滿的人潮 也可以讓我們發現 事實上 蔡英文在新北市的人氣 完全是不輸給 這個南部的大場面 玄山倒數 民進黨已經下達了 最後動員令黨內四大天王 旅遊書屑 全部都到場力挺蔡英文 而蔡英文本週期 也將在全台舉辦 超大型的萬人肇事晚會 那麼其中在新北市 至少就有八場 也就是說 對於全國最大票倉 新北市 蔡英文是卯足全勁 現在在啟動了大吹票 只知道場子熱得不得了 只知道人山人海 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 因為很難估 不過現場來賓在這邊 拜託等一下我要問一個問題 我們先看完這篇文章 這是余艾台專欄 標題叫馬英九的百年煙火 他說就在一百年 要畫下句點的此刻 回首民國一百年 可能多數人只記得文件會 夢想家 兩個晚上燒掉了兩億多 其他的百年活動 還留下了什麼 大概已經不負記憶了 他說讓國家百年慶典 像煙火一樣 真的傳過水無痕 然而即使放煙火 還有讓人在觀看的時候 留下讚美的驚嘆號 試問 建國百年活動 留在人們腦中的驚嘆號 是什麼呢 不好意思 我只記得三十二億 我等一下要問大家 建國百年三十二億 你們記得什麼 在這個稅末臨終十節 想起建國百年 竟然有著一點點心酸 心酸 照理說是很快樂啊 建國一百年啊 花三十二億啊 三十二億 你想看 你的印象中又有什麼 沒有啊 我們整天也是說 問誰家說 你到底是差到哪裡 到現在 你有椰壇動輸吃嗎 還有一個輸主 還在中國不回來 你敢怎麼 所以你看他的 不然剛才看到那個庁民 客氣的觀眾 那不是禮拜人 禮拜人 那是驚人禮拜 他上班禮 既然有辦法 幾萬人 整個拼出來 對整個新北市 我們也高算價了 上一次新北市 割英文說 十多月十萬 十一萬 高價說 如果我保持 如果在五萬六萬裡面 割英文 贏的機會就很大 尤其三中六秋 割英文說 那真是重要的 四年前 立法委員選舉 加了一百 只有那兩副 總選兩個立法委員 民進黨沒有賠 如果三中六秋 鄉親 你沒想到 只有那兩次 你們還顧不住 到現在就選舉了 所以今天人家會出來 那沒有一百塊 那一塊錢而已 是 許老師你的印象中 三十二億還有留下什麼 洪宇真的只有夢想價 我覺得文建會 應該發獎狀給我們這些人 我們不斷的討論夢想價 讓台灣民眾 對建國百年 最重要印象是什麼 二臉三億夢想家兩個網上燒掉 洪宇記得多清楚 兩億三 兩億三 我不太清楚 余愛台為什麼有點心酸 是不是那三十二億 他沒有分到 可是我覺得 不是這些媒體人 或文人在心酸 台灣老百姓在心酸 三十二億這樣燒 我真的巴不得三十二億 你乾脆101煙火把它死 一個晚上一直到天亮好了 燒一整天 燒到天亮 我洪宇搞不好三十二億都不用 我就說 今天為什麼馬英九 你的百年會弄成這樣子 今天大家回顧他 就真的夢想家 而且老實說 還是我們這些人功勞 我們不講 夢想家還有人注意嗎 兩個晚上也不見 結果百年就完全沒有 許老師你一記性比我好 我只記得賴生川不回來 我記得賴生川號稱 他導演費只拿一百多萬 弘以 拿一百多萬導演費 不敢回來講 我覺得台灣真的很奇怪 我記得比較多 比較年輕 記性比較好 一百年跨年的煙火 一億多 一億 就是從九十九年跨到一百年 夢想家 夢想家兩億三 那是菜國車的 然後台中 台東要蓋一個紀念碑 12月31號 腳踏車什麼環島 那還不可以花多少 七千多萬 七千幾萬 這麼多事情 只有三個字可以形容 叫做浪費錢 這麼多多年 請問 我覺得沒有 你為什麼要浪費錢 我是想到黃金十年 黃金十年 對 少數人的黃金十年 所以這麼多多年 都在收錢 其實我覺得許老師 那個建議不好 要搞就搞大一點 把三十二億換成一百塊的台幣 台北市找個地方放火燒掉 多壯觀 你不要看過三十二億燒掉 沒有 沒有 我相信全台灣 不要說全台灣 可能全世界沒有人 不可能 不可能 他也是一年也 三十二億把你燒掉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蔡英文上禮拜託政見會 說一句話 我覺得很有道理 他說馬總統 你自己很節省 可是你花國家錢 卻很浪費 蔡英文有說對不對 他有花嗎 有啊 有花 怎麼會沒有花 感覺無生無死 你看你頭裡看 這麼多功告 那不是建國白年的 對 那是各部會 那也是國家的錢 對不對 建國白年這樣開 國務機要費 體檢費 我們說過很多次 建國白年三十二 有人會感動嗎 沒有 因為那是基金費 基金費 你怎麼知道他真的有花錢 關股沒有超過一半 就像我們也講過 跨年煙火 放一一月 你有辦法跟什麼 他剛才說的 一人分一百塊 對啊 你覺得他真的有分出來嗎 我也知道 蛤 沒有造冊啊 對啊 其實我們懷疑那一百塊 是不是跟建國一百有關 你知道我在基層 只要今年內辦的活動 不管大小小 六個縮個 你只要割建國一百 你就補走看下來 台中的戶外圓滿劇場 我們從明天才開始改做 建國白年之大化新聞 建國一百 對 你也可以補走 因為真的 有一些做 包括他們做整個廣告顧問公司的人 就在市櫃搜人 說你要來送案 還有一些以前還沒消 那日子以前嘛 那我就說 馬鶯九在這個元旦升旗廣場講說 為下個世代點亮蠟燭 我覺得他寫錯了一個字 應該為下個世代點完的蠟燭 蠟燭就點了掉了 錢都負責累累 然後他還想 他說一百年後 下個一百年以後人回顧我們這一代 會不會發自內心猶動的說 台灣有你們真好 有誰真好 有馬英九 這些人真好 應該不會 這個整個 我還能說開這種反 這真的是敗家子的用反 台灣去撥到這樣 真是會好也不會完蛋 是 會好 連換工業記憶比較好 我記憶比較壞 我拜託名字 馬英九去砍工庫 跟我們砍32億開尾都去 我真的不記得 砍一個工庫讓大家知道 夢想現在還沒公佈 是… 32億到底怎麼開 我現在唯一的阿國記憶是 馬英九看了夢想家會哽咽 有 這我知道 我請問30億 你是怎麼開 開在哪裡 到現在為止老百姓 你敢不敢老百姓是好好的交代 不是… 我們說不是我們在質疑 文藝界都在質疑 一些在… 最以前在做政府的 在做一些外地的 一些包裝 大家也在質疑 做一個東西要花那麼多錢 做一個音響要花那麼多錢 做一個肚子要花那麼多錢 做一個肚子要花那麼多錢 你還記得 台北市那五千塊一組 我還記得 我真的誠摯希望 明天能看到 各大報的頭版二版都有廣告說 三十二億 三千萬是花在哪裡 五千萬是花在哪裡 我請問這中間 我一直在問說 這中間沒有弊端嗎 你政府花這麼多錢 花到哪裡 人民沒感受 你覺得這裡面沒有問題嗎 要有民進黨的內衛過半 對啦 茶要我 茶 這裡我就抓人 不然你說得很丟 那三十二億 根本就不開心 不知道多少人吃掉 我們就不知道 你也沒有茶 但是你說會想到什麼 我只想到什麼 馮光源的問一家 超常跑七變而已 還是不是 超超超 超常跑七變 其實 其實就差不多在古年這個時候 馬英雄就宣布 那時候剛好一百年 他說我今年要推一個 建國一百年的活動 就差不多在古年這個時候 他還沒說 真的都沒人知道 跟我們在討論夢想這個時候 其實很多都已經完成了 譬如說一億四千萬 那些什麼金劍特展 你什麼 今天就沒人知道 對不對 那三十二億是怎麼開的 這實在是 他們說真的 但其中 讓我們特別點出來 這個夢想家 其實一來 我記得有一個貪圍說 要四百萬 還有受福袋 還有受福袋 而且去參觀的人 說走不幾十九走 你知道嗎 那東西已經沒辦法了 大家單位 就一定會送東西 會送東西 那就是這樣開的 是 所以我是覺得 其中夢想家 我們已經特別點出來了 那司法單位也爆 扮到將死 因為民進黨有去過 而且其中有開過一邊庭 然後就沒有消息 當事人就在外 在中國要怎麼開 沒有 但是啦 公務單位的東西 他有去看嗎 他發包的過程 對不對 那文建委相關的官員 至少宋志仁還在吧 宋志仁你不要叫他問問 我先說一頂 來 我們看三項傳真 第一頂 他署名是 他們的機票沒有人幫忙打折扣 林先生 他說 我有位姓謝的朋友 全家六個人 今天從美國專程回來投票 最受人佩服的是 我那位朋友 今年已經七十多歲 以前還得到大腸癌開過刀 現在已經好了 但身體已經還很虛弱 體重才四十幾公斤 但他還帶了太太跟女兒 兒女 全家專程回台灣 要投給蔡英文 真讓人感動 所以 我才傳真給您 希望您 從您這裡 傳達給台灣人民 選舉那天 不管多忙或多遠 一定要投給最寶貴的一票 記住我這個有很重要 人家美國都回來了 他說 他們的基票是沒有人 有辦法幫忙打折扣 你知道有一個董 可能有辦法嗎 對 人家這樣 是當中回來又中間 上次不是有一個 從南美洲也寫信給你 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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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再來換這個 我是一位陸軍備役上校 不好意思 請問那軍人應該是普通比較慎拿 對 沒有錯 他說 聽到郝伯春跟許利農等推薦人 要我們含淚含血含恨去投給一心一意 都想要從民主國家走向共產國家的馬英九 這種論述 豈不是頭殼壞了嗎 本人聽了幾次辯論與政見發表 個人還是認為登記第一號的蔡英文比較理想 我支持他 一起背意上校 來 再看這一張就有趣了 黃先生 我家是三十多年的國民黨籍 家父以前也是國民黨籍的某縣議會副議長 每次選舉 我爸爸都為這個黨出錢出力 國民黨怎麼的現實是我們看得一清二楚 2004年我還穿著白色紅邊跟銀色這兩件外套幫忙胡選 所以你知道這一方上誰胡選 連戰 連戰 就是因為太了解國民黨跟馬英九 所以2008年只剩下家父熱呼呼的 其他成員都不願意幫忙 但投票呢 也大多還是投給了馬英九 這次據我所知 家中十幾票只有重度重度的家父 說 不好意思 這你自己搭 你叫那個音搭就好了 不你搭這個 這個夾著也要投給他 我就回話說 那還要再加上含屁含尿含糞嗎 我爸爸牙口無言 十幾票 十幾票 我生在台灣 在台灣成長 台灣就是我的國家 我並不是要抬高自己 我跟國民黨高層的二代有個相同的命運 所以我很了解 因為70年代退出聯合國 國內動盪不安 許多國民黨高層心怕萬一 台灣又被怎樣 自己性命財產不保 所以都把子女送到外國 取得國籍或是居留權 以防萬一 自己有個逃生之路 李某某我想他應該是講李慶安吧 馬某某應該是講馬英九吧 宋某某我就不知道了 這幾個也是 如果不是當時執政者的召見以及豐厚的薪資 我可以很鐵定的說 他們是不會回台灣的 綠卡沒用會自動失效 我請問各國人 你的身份證這幾年都沒拿去政府機關 辦理事務 會因為多年沒用而自動失效嗎 會自動失效只有一個 那就是規劃該國國籍 請您 先讓您跟全家族的人放棄美國 只單單只有中華民國國籍再說 他說他女兒 你女兒有自己選擇的權利 而我們呢 我們 我要很感謝您把我們當人看嗎 這樣 這是黃先生 不好意思 他大名我又補給他 我又另外印一張 我要說的是什麼 他是國民黨的富裕 他好生 他好生 整個月以前都打罵 打國民黨 現在是全家族他們有賣票而已 你知道嗎 所以我為什麼說 你剛剛有沒有看到五個人 女生三十歲 綜合 以前全部投馬英九 現在都要投小英 為什麼 看清楚了 等一下回來我們先開放給大家 先休息一進廣告